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頭髮長腸的廚圈 這個臭豆腐當然應該不會陌生了 不管是路邊太陽還是各種旅遊景點都有的賣 而且味道各種各樣 貴的地方可能就十幾塊錢一份 沒幾塊一般就五六塊差不多了 總是吃不爽 於是我就從網上買了一些臭豆腐的材料 所以今天我們就自己來做臭豆腐 一次性吃個爽吃個乾燥 不 那就是這麼一包啊 花了39塊錢 也就幾碗臭豆腐的錢 一共買了兩種啊 一個是黑豆腐 一個是白豆腐 那裡面是用外賣盒子包裝的那種黑塊 還送了一些醬料包 醬 這個是粉 這個是油 大家看看這個白豆腐 黑白PK 黑白雙煞 裡面的醬料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步就是熬製湯料 第二步就是炸豆腐 第三步就是把湯料倒在這個豆腐上 非常的簡單 咱們先拆開來看一下 我的天 哇 這個黑豆腐怎麼有一股下水道的味道 惡臭你知道嗎 惡臭呀 下水道老鼠上的味道 我的手上也蘸的這種臭味 啊我不乾淨了 然後這個豆腐其實只是外面是黑的 它裡面夾心還是白色的 會不會真的是放在下水道裡面泡黑的 這個白色的話就跟我們平常的豆腐差不多 對吧 一塊一塊感覺像切好了似的 那我們就先把這些豆腐啊 放到這個清水裡面泡個一兩個小時 我們先做醬汁啊 把所有的調料全部放到這個碗裡面 也可以加入一點蔥花 喜歡吃香菜的話也可以加點香菜啊 反正我是不喜歡吃 然後倒入200毫升的開水 沖泡一下就可以了 把水倒乾淨之後啊咱就開始炸臭豆腐啊 鍋 倒入寬油 炸完了別忘了把油給回收啊 雖然變臭油了 但是應該還能吃 先用一個試一下油溫啊 應該差不多了應該差不多了 放下去炸 炸個5到7分鐘啊 5到7分鐘 臭豆腐在這個鍋裡面很活潑嘛 記得要用筷子把它給捅破啊 這樣撒醬汁的時候才更加的入味 再加入我們的白豆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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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燃起來了 佳人們 炸好了之後 我們倒上我們的湯料 噢 再撒點 切好的這個蒜蓉 噢 兄弟們 這個看起來也太香了吧 是不是有那種像在父子庙賣的那種感覺了 可以吧 真的是整著我汗都出來了啊 那我們就來品嘗一下勞動成果吧 先嘗一下這個黃的吧 感覺一般的話都是黑色的多啊 黃的不怎麼多 嗯 你別說啊這個臭豆腐雖然炸起來很簡單 這口感是真沒話說啊 嗯 真正做到的是外酥你嫩 看到沒有 外面是一層脆脆的皮 裡面都是這種嫩嫩的豆腐啊 非常香 豆腐本身呢味道不大 好不好吃就看那個湯汁的味道啊 辣辣的啊 香香的 再加點蒜 爽爽的 非常好吃 嗯 特別是這種 這個湯汁能進入到這個臭豆腐裡面 充分入味 爽死了 嗯 哦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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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辣椒水進喉嚨了 大家吃的時候也要注意啊 這個辣椒水到喉嚨裡面的感覺 真的挺難受的 嗯 我記得以前我在南京上學的時候 永哥來找我玩 然後我們去夫子廟 我給他買了一份臭豆腐 那個臭豆腐難吃得要死 吃兩口直接就給扔了 跟我這個比起來 天差地別 真的 欸感覺這個還可以加點酸酸的味道啊 更加的開胃 回頭改進一下就會開店 好吧 再來試一下這個黑的 這個黑的更好吃耶 它有一股這個臭味還夾存在裡面啊 臭香臭香的 果然這個臭味是要重啊 不然的話炸完之後殘留不了多少 這個臭味重 炸完之後 臭味變香味 還有點臭臭的 哇真的好脆啊 我反正我這份臭豆腐 賣個十塊錢 物超所值真的 這個長沙味的還是有點辣啊 就像塗了口 嗯 哇這個下水頭的味道 我喜歡 從此以後再也不要出去吃了啊 自己炸的比外面賣的好吃 幹嘛不自己做呢 對吧 哇 辣了我鼻子都出來了啊 好吧 總結一下啊 炸這個臭豆腐啊 還是非常簡單的啊 我行 您也行 味道嘛是相當不錯啊 建議大家吃這種黑色的啊 黑色的話 它裡面有那種下腐肉的味道 聞起來臭 吃起來更香啊 好的 那麼本期的視頻就到結束 如果小朋友喜歡我的朋友 點贊 我是周青銘 我們下期見 拜拜 哦這味兒